之前啊 其实已经谈得很好了 也对我们华盛表现出了 很大的兴趣 这眼看马上就要招标了 这态度忽然又冷下来了 这忽冷忽热的吧 搞得我心里挺没底的 保贬看买主吧 他现在实力强了 当然想更上一个台阶 你看 以你的经验 你觉得合格这次的预算 大概在什么范围啊 陆明 我不喜欢你这样 你我都知道啊 生活是生活 工作是工作 我不喜欢把生活感情 缠到一块儿来谈 好好好 那我问你 你觉得我们和合格 谁的胜算更大呢 要我说实话 你 你是很努力 但是 合格从各方面来看都 更成熟 更稳定 应该还是他们希望更大吧 那不都是你的功劳啊 好 你也不用太介意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只要你努力 以后肯定有机会 能赢过皮肌 好 托你几点 接个电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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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云 好 买单 谢谢 维可 你 咱们走了 我送你吧 你不会管我了 工作重要 单位已经买了 不是 什么工作 有陪你的重要啊 主要是最近呢 我筹备这个 这招标的事 弄得我压力挺大的 我好久都没好好陪陪你了 你们出去兜兜风怎么样 今天啊 今天也不早了 就各自回家吧 改天再约 好 那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 你都喝酒了 你让司机赶紧来接你 我自己打车就行 没事 我就喝了一口 酒味都没有 你的包和外套 都在我车上的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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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别回去了 我带你去个温泉吧 这环境好极了 SPA特别棒 绝对放松 不去了 我要回家 你就不想多跟我待一会儿啊 改天吧 你都喝酒了 你还不专心开车 没事 怎么样 没什么大事 就是撞了一个杆子了 我跟你说了 叫你别酒后开车 你听不听 没事 没事 反正也没撞到人 走啊 你说去哪儿啊 先离开这儿啊 这路上一路都是吃饭头 你不能走 所以更得走了 我喝了酒了 你走了后果更严重 你放心吧 我有的是办法 这路上这路上 你不给你咱们 好 对啊 物总 如果警察把你拘留了 你的工资一分钱不会少 而且我还可以奖励你 一半块 小王 平时带你不薄 现在是你表现的时候了 放分路 走 走 你怎么能这样的 这可是犯法的 犯什么法 我撞了根甘蔗蕊撞到人 我该赔他多少钱 赔他多少钱就是了 那你也不能让人顶包啊 警察不就是需要一个人 去扣分 交钱 学交规吗 我派一个人去不就完了吗 而且我还多交了一万块呢 我让他顶不是白顶的 这叫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走吧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责任问题 维卡 这个时候你跟我上纲上线的 有意思吗 谁去不一样啊 怪冷得走了 你真是不可理 维卡 维卡 你什么意思啊 这都冲动了 神秘会骑从于更高的神秘 这都冲动了 神秘会骑自身 宝费 5 5 6 6 2 8 -8 陆总啊 这事你也别太生气 女人嘛 就爱笑个真 不是 你说说这 撞了车 我把我自己宅出来 她还不得意呢 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 要我说啊 您跟V卡根本就是两种人 合不到一块 是 本来我也没那么喜欢 一点女人该有的风情和温柔都没有 本打算就是让她把PHA的资源带过来 结果她 谁知道这么死心眼 我问她什么都不肯说 还跟我讲什么职业道德 她不上道 咱不上别的办法吧 对 咱有的是办法 像V卡这样的女人确实不容易对付 但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她一样 琳德 我好不容易有一天时间出来陪你 你看你一副苦巴脸 毫不忽 bra 人 你就那么不喜欢跟我在一起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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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玩得已经很开心了 你那是开心那样子 有什么新事就说出来 大家一起解决嘛 你这样闷在心里 永远都解决不了 你说啊 要是有这么一个人 他爱的人要去害 另一个他爱的人 那他该怎么办呀 什么呀 你怎么说那么绕啊 谁要害谁啊 具体上我也说不出来 我就好奇随便问问你 要我说啊 真正的爱是对等的 他如果真的爱一个人的话 是绝对不会去伤害他的人 如果非要做出一个选择 不然的话 他就会失去另一个人 真正爱你的人 是不会做出 让你伤心难过的事 我们只需要去判断 谁才是真正爱你的点 走了 老伯儿 还没睡呢 看看妈妈今天买的新衣服 又这是怎么了 谁让我们领导不高兴了 一定是你爸爸对不对 你以后不能老是跟爸爸生气 咱们三个还要在一起生活呢 妈 你到底爱不爱爸爸 当然爱了 那好 我问你 你们的婚礼是几年几月几日 是零一年还是零二年来 那什么时候领的证 你总该记得吧 傻孩子 爸爸跟妈妈现在只有离婚照 那我呢 我是什么时候去的 美国上的学 奉学之后我怎么回家 回家之后我又干些什么呢 妈 妈 我让你去医院 得看你去了 当然去了 宝贝女儿让妈妈去的 妈妈肯定去啊 你这病是什么时候得的呀 怎么一点症狼都没有啊 不就在美国得的吗 怎么没症状 妈妈总是觉得很累 不是一直咳嗽 你都看见了呀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想 既然妈妈现在工作这么忙 你也没有机会 那你为什么不趁这段时间 好好回美国治疗一下呢 你是美国国籍 你在美国治疗肯定更方便呢 而且还更省钱呢 妈妈是觉得现在 还没有那么严重 而且妈妈想多陪陪你啊 好了好了 别乱想 快去洗澡啊 妈妈累了啊 乖 这孩子今天怎么了 问这些问题 我都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 夏凡他不住这儿 你们赶紧出去吧 出去吧 你别骗人 我这儿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 写的就是这个地儿 错不了 跑了和尚跑不了妙 今天我们见不到姓夏的 就在这儿不走了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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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嘛呀 冯小姐 你可回来了 你看看他们这 你们干什么呢 我们来找夏凡讨公道 你是谁 我跟夏凡已经离婚了 这是我家 麻烦你们赶紧出去 那你告诉我 他现在住在那儿 我们俩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住哪儿我不知道 你们赶紧走啊 再不走我报警了 报警 我们还想报警呢 夏凡从我这儿租了房子 非法改装租给他们 现在墙塌了 砸伤了好多人 他说走就走 没那么好的事 你现在去报 你看看警察来了 先抓谁 你是房东吗 对 算是 他从我这儿租了房子 租给他们 现在他跑了 这些人都来找我 我没办法 找不着他 只能到这儿来 好 那咱们俩谈谈 行 谈谈就谈谈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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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安静 安静 安静 咱们今天是来解决问题 不是来打架的 我现在去跟他谈 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好不好 好 好 上 上 上 请 行 来 你们喝水 喝水 来 您看一下啊 这是下凡跟我签的盒 这几份呢 是下凡跟那些租户 签的盒 这儿还有 这是下凡和这些租户的 身份证付一件 要说您家这下凡 得可真够大的 一百多平米房子 他给隔生八间 这线路水管 它是随便改 承重墙都拆了 您说这能不出事 水管一爆 墙塌了 现在受伤的人呢 送医院了 有一个人在墙塌的时候 当时就给埋问 幸亏发现的及时 这也就是白天 屋里没剩几个人 这要是晚上啊 这事儿都闹大了 我呢 也突然打听了一下 如果要是报官 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 不光是赔偿的问题 那么好啊 还得承担刑事责任 我想呢 就算告到法院 法院也给咱们调剂 不如啊 咱们两个协商 把这个事儿解决就完了 好啊 你想怎么协商 简单 就是赔钱 赔多少 我简单算了一下 房屋的维修费 加上这些受伤人员的 医药费 务工费 八十万 八十万 红鑫啊 怎么还不去接彤彤啊 彤彤要我带你东西 我找一下 要不要我帮你啊 不用了 好 来 我 来 我 我 不 我 我 en 好 谁啊 我 我 我给你倒一杯水吧 喝什么水啊 有问题你就解决问题 你老躲什么呀 不是 我不躲 我拿什么赔给人家呀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 小生意是吗 我根本跟你说 你不适合做生意 群租房是违法的 你说这事先怎么办啊 我听说那人腿砸断了 我 我现在电话都不敢接 你怎么回事啊 我跟房东谈好了 他答应私了 你把能退都给我退回去 不是 那钱也不够赔啊 剩下的我来想办法 下一 bod 吴冯 quiet 谢谢 谢谢你 salmon这次呢 也确实不是故意的 她真的在努力地学习做不好 关美杨 你这辈子就是替夏凡还债的命 每个月五千 十月还清 反正 我就月光族你也知道 我给你凑个凑个脸巴脸巴 就这五万 你那七十万我看你怎么办 我本来钱是够的 他妈妈不是手术吗 现在还不知道能恢复得怎么样 如果二次手术 细胞粘连的话 又要凑一笔钱 我得留一部分 行了吧 即使没有这事 你就说吧 你那七十万你上哪弄去 你怎么帮夏凡 反正我手头的钱吧 加上你借我的 我算了一下 凑下来又有二十多万了 那剩下那些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自然借那案子成了 是不是张空心五十万提成 到时候你让张空心 把这个钱进去给你 给一下吧 说什么呢 我能用他的钱吗 怎么就不能用啊 那钱花光了是不是能再赚呀 你俩现在什么关系啊 他帮帮你怎么了 那不是这种关系 我越不弄他钱 他帮我那么多了 我能干这种事吗 公公 我跟你说啊 你不许跟张空心 把这事说了啊 我必须保护你 不许说 念念啊 我听见了 我都没吃饱 还没吃饱 你不是减肥吗 你请客我得吃贵的 你不知道我现在缺钱啊 你不知道我现在缺钱啊 没有 洪心 你怎么来了 你不在家 我打你手机你也不接 我去了西方的诊所 他也不在 所以我猜你在这儿 果然被我猜对了 我 我一直跟花光在一起 没看手机 对不起啊 要不然我先给你们疼个地儿 那我先走了啊 你们是在庆祝什么 两个人还多喝了酒 还是谁有什么心事 还不是因为你们 姐姐 洪心 你找我什么事那么着急 是这样子 我无意间听到 彤彤跟他妈妈的对话 然后知道了陈少林这次回国 好像跟她的身体状况有关系 然后我在彤彤房间里面 发现了一份英文的病历 我用手机拍了照 你朋友圈比较广 能不能帮我找人看看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还是能不能治疗 这是人得找我呀 还是美国医院的报告 我回头给你问 我那个美国专家朋友吧 太好了 我马上发给你 谢谢你啊 谢谢你 彤彤你干吗呢 我 我那个 看看你这个 我上网查了一些片方 给你治疗 妈妈跟你说过了 妈妈这个病啊 我自己心里有数 不 就别管了 管好自己的事啊 嗯 你爸怎么还没回来啊 那 那我就给他俩个电话 嗯 好 这东西留着迟早是个祸害的 好 这是她的健康报告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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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大叔 你要是没工作了 过来给我爸当厨师得了 天天念叨你这一口 就光会切一片 就能当厨师了 老段 你们家这活也太好干了 行 明天我就从PG辞职 哪儿那么多空啊 不投标了 标书已定 张大总监现在是胜券在握 要不拿有咸公布过来给你们做什么饭 你的面子可大了啊 生意片总监哪啊 爸 你一会儿什么时候走啊 去哪儿啊 您晚上不是有应酬吗 你忘了啊 对了 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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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得吃完再走吧 我就是提醒你一下 来 什么时候吃啊 随时啊 可以吃 所以彤彤已经拜托你去查了陈少林 给你打的病厉害 那结果怎么样了 他到底有没有病 有病啊 癌症晚期 而且已经没有什么治的必要了 真的吗 有没有可能是误诊呢 看吧你紧张的 你是不是跟他旧情复燃了 你在说什么呀 好啊 好了 不逗你了 陈小林啊 根本就没病 彤彤面前装呢 到底有没有病啊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学医的朋友 是John Hopkin医院的肿瘤科的大夫 他看了陈小林的病历 看完了就说啊 数值虽然异常 不过不代表他有病 但是数值确实异常对吗 那也不能解释说 他就是没有病 后来呢 我又把陈小林 批检报告上的病历信息 和病历号 发给他了 经过内部调查 陈小林在美国的时候 确实在那家医院就诊过了 不过诊断书上只写了 他是一般的肠胃炎 或许是吸烟过度 在美国的时候 就已经好透了 所以说 有可能是彤彤误会了 或者是 彤彤呢 不小心看到了 陈小林的病历 以为她得了不治之症 陈小林呢 就利用彤彤的 善良和同情心欺骗了她 事情就是这样了 大叔 你说这事是你跟彤彤说 还是我跟彤彤说 你先别跟彤彤说 我可能短时间内 也不会告诉她 为什么呀 就让陈小林 一直这样骗着童话 在我没有搞清楚 陈小林在玩什么把戏之前 我不想伤害童童 心目中妈妈的形象 而且我也吃不准 童童听到事实的真相的时候 会怎么反应 我不希望伤害童童 好 这是你的事情吗 下班了 您那天不是说改天一块儿喝酒吗 改天就是今天 今天特别合适 对了 记得交易上官 好 不买酒啊 走 凭什么时候我买酒 我又不想喝 装病 亏她想得出来啊 不过这招听着还挺灵的啊 下回我媳妇跟我闹事的 我也装装看 看看她什么反应 我觉得靠谱 你的长相装病特别有说服力 老大 我是发自内心的同情 我还以为你们因为那 照片会的事这么烦躁 谁知道你这家里事 比这工作上的事还麻烦啊 你这样我都不敢结婚了我 就你这经历都够拍个电视剧了吧 拍了也是个烂戏 前面看一个什么戏 里面有个演江浩坤的 戏齐烂 还演白领 演什么呀 他假白领 我跟你说啊 你家里有事 这个有困难大家能理解 但是你不能因此费工啊 什么叫因此费工 我什么时候耽误了工作上的事 别激动 我不是提醒提醒了你吗 那件事在人家的案子特别重要 让我非同寻常 总公司下消息了啊 做成了 他额奖金 真的假的呀 我在公司时间也不短了 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福利啊 所以你给停职了嘛 他两耳不闻创业事 这种事都靠我知了哪儿都去打定 公司新上任那大伙子 上任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总部大换血 第二件就是秉着重视业务的思路 为了激发员工的创业积极性 项目有工人员额外提成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我 你 你要把这案子拿来 你等 等 等会我算算啊 一百多万呢 一百多万呢 不是 你这消息靠不靠谱啊 你愿信不信 你听见了没有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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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这事跟我也没啥关系了 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 怎么就没有信心了 好好干 赵巴辉慧跟我一块儿去 真的 真的 咱哥儿仨嘛 有父同享 有难你当 恩人 谢谢两位恩人 你 你们那大安大德 我上官莫持拿罢啊 来吧来吧 你走一会 来来来来 嗯 喝不动了 就你这点酒量还招我 丁颜 赶快睡 别玩了 听见没有 怎么回来这么晚 红星喝多了 我把它给送回去 红星喝多了 真是难得 他平时喝酒不是挺有肚的吗 对啊 家里有的烦心事呗 说他前妻是身体不好 得什么病了 什么病了 行行 什么病 装病 装的 对啊 可怜这童童 现在还被蒙得鼓脸呢 这孩子真可怜 你说也没法告诉他 你说要知道了得多伤心哪 这当父母的真是 对啊 你可别出去乱说点啊 那事让孩子知道可麻烦了 咱负不起这责任啊 放心吧 我这嘴你还不知道 特别不严 找揍了吧 好 好 哎呀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定 你站住 追我干嘛你 你回来 别动 你 你干什么 你说我干什么 我在上厕所呢 上有什么上啊 一上我六回了 憋着 这 这 这哪儿憋得住啊 别跟我废话啊 为什么躲着了 你说 我 我 我哪儿躲着你了 装 你接着装啊 你那迷离的相影师已经出卖了 我 我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别问我了 我什么都没说 你怎么不知道啊 我跟你说啊 定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你要是不老是交代呢 本宫赏你一丈红 别别别 别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说 就是昨天晚上嘛 我在家打王周荣耀 对了 你知道吗 我拿一线还拿MVP 对面三个打我一说重点 重点嘛 重点就是昨天晚上 我爸跟我妈 来 今天在学校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彤彤 我把大概猜得出来 你因为什么事情不高兴 但是我在等 等到你愿意告诉我的时候 我希望你了解 家人是永远的牵绊 家人之间彼此包容 彼此原谅 彼此关爱 所以啊 如果我有做不好的地方 你一定要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奶奶很烦 你也要告诉我 嗯 总之呢 你有任何的心事 你要记得 我一直在等你 等着你跟我分享 好吗 代理 谢谢你 谢谢你 那么客气干吗 喂 维克 上一次是我不好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没事啊都已经过去了 就是那件事啊 还有一点小麻烦 还得辛苦你再给我帮个小忙 什么忙 是这样 刚才我那个司机跟我说啊 交通队事故现场的录像上 看到你了 他们就问 坐在车里那个女人是谁 我那个司机嘴也笨 就实话实说了 我估计交通队会找你合适情况 万一交通队给你打电话 你可千万替我兜着点 就这事吗 就这些 无论如何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拜托 拜托 拜托了 我知道了 好险啊 这会儿要是彻底跟维克拜了 那我这次麻烦就大了 陆总 您真厉害 PHA的两个女老大 都被你玩弄于鼓掌之间 哪儿那么容易啊 这两个女人都不是省了个道 相比起来我还是觉得对面里好一些 起码不像维克那么死心眼 那您可得小心点 这踏着两只船要是穿帮了 温丽丽也不见得会帮您了 这件事过了之后 我就跟她谈牌 现在呢先哄着她 替我把这个伪政先做 丽哥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也算不太好啊 老段 我有一件事情 拿不定主意 说给我听听 帮你分析分析 我有一个朋友 想让我帮他一个忙 不过呢 得违反我做人的原则 甚至会触犯法律 你说怎么办 既然违反你的原则 那当然不能让步啊 可不过还触犯法律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如果我要坚持原则呢 他肯定会认为我是在故意伤害他 就一个没有原则的人 你还想再跟他做朋友吗 我以后都不想再见他了 好 你连想都不想见他 那你还怕他在背后说你什么吗 说起来是简单啊 但是如果他在背后责怪我 我会感觉是 好像是我做错了事似的 他又抗一抗 做人洒脱一点嘛 人生苦短啊 你看 不要老为别人活着了 其实你只要 无愧自己的良心 你什么事都可以了 老段 你绝对有大智慧 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你就好像是我的 人生导师 我有那么好吗 我是劳不上调啊 是啊 既您告诉我实声真相 我应该对我 你应该已经猜到了 回答我 对 他是没有病 而且你爸爸已经 早就知道了 所以说他一直就是骗我的 但一直欺骗我的感情 利用我的同情 一边道歉爸爸的创意 是这样的吗 我该去做这个 我都对爸爸做了什么 爸爸不会怪你的 你爸爸是这个世界上 最爱你的人 对 以前他们离婚 我一直就是以为感情不合 因为他们每天都是在吵架 你知道吗 现在我才明白 他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 我给爹地打电话 告诉他真相 不行 为什么 依你爸爸的脾气 你觉得你爸爸知道真相以后 会去揭露你妈妈吗 他会承担所有的 然后离婚案 这个案子对于你爸爸来说很重要 它不仅仅是你爸爸能力的代表 还是他将来成为CEO重要的助力 明白吗 好 好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比较保持秘密 和 和什么 找到其他的突破口